双十连甲,来基隆文化中心看画展,这个画展很不一样,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山城九份和海港基隆,让人眼睛一亮。 今年八十岁的胡达华,身手俐落,耳聪慕名一点也看不出真实年纪,他说从事五金贸易数十年,快六十岁的那年,突然自问我退休后要做什么。 他随手拿出熟悉的五金螺丝铁钉创作,悄悄打打钉出他老家九份的样子,他越悄越激发出兴趣来,后来改用饮料罐,把罐子剪开,罐身,拉环都可以当素材,钉画的色彩也越来越丰富。 一幅画先构图,再去找想要的色系罐头,一幅画要花一个月才能完成,上头钉了上千个钉字,远远看很有油画的Fu,也有点像丝画,但胡达华说,丝画从杂志取得的颜色容易,罐子能用的色彩有限,难度更高。 转眼,他的丁画创作20年,产量才300多幅,这次展出42件作品,其中5幅并齐来5公尺长的基隆渔岗,是他站在城隍庙门口前,面海180度的环景画作,15年前被基隆文化中心收藏,他非常喜欢这幅画,因为很有基隆的味道,每次回来办个展,都向文化中心借出来展。 他的老家在九份,国高中在基隆念书,他对这两个地方很有感情,丁画也以这三成海港为主,他还会把台皮上的台湾刻意丁入画中,每次到国外展出,老外看了都会心一笑。 展丁铁铁铁二十年,胡达华丁画二十年回顾展,在基隆文化中心第一陈列是展到11月5日,画中有着路眺望渔岗,老人家一起去买菜的背影,在别人屋顶扇棉被的场景,九份层层交错的房子,也交叠出他浓厚的情感。 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别人用画笔作画,胡达华无师自通,用铁锤当画笔, 金属片当颜料,在木板上钉出一幅扶他记忆中的三成九份汉海港鸡笼,让人眼睛一亮。 记者无数君摄影,分享。